台湾知名画家谢理法教授 因为就医与普里基督教医院结下缘分 在听闻普及需要募集偏向医疗经费时 就捐出他的画作来意卖 并将所得全数用作为支持偏向医疗之用 今日普里基督教医院 特别办理简单隆重的捐赠仪式 以感谢教授对于偏向医疗的爱心 其实在9月1日的时候 他就常常进来普里帮忙 关心这里的这些住民 所以当我跟他提到 普里基督教医院需要一些经费的时候 他非常乐意的把他的画捐出来 他其他的画可以在拍卖场上 可以卖非常多的钱 可是他都没有第二句话 就拿出来捐出来来帮忙普里基督教医院 这是可以看出他对这块土地 这块人民 特别是偏向地区的人民的关怀 谢理法教授表示 长年以来他旅居法国 因为对台湾的热爱 除了以画作来表达 思想情绪以及台湾精神之外 也写了许多有关台湾的书籍 而军化的行为也是他要为这片土地 尽一份心力 希望让台湾能够更好 我很久 差不多四十几年都住在住华国 住很久 你那时候在这里的民主运动 东华运动 我常常在关堂 关那关事了 好像关堂这样的事情 好像比例都家常便饭 所以说法官 我都管官就这样 就好像一世人 很正常的动作 所以没什么了不起来 就是画画画就拿出来而已 县议员陈怡君感谢谢教授的三心意据 同时也希望透过谢教授的跑转引玉 让更多人能够来关心 并且支持偏向医疗资源的问题 那谢老师呢 在我们国际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那这次呢 谢老师特别捐出了欺负 他自己的作品 还有别人送给他的作品 来作为对普及 这几年来在偏向医疗方面 贡献的一种支持 关心 那在这里 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 能够愿意也一起来支持 跟向医疗资源的善举 副议长盘一全感谢谢理法教授 捐赠画作帮助偏向医疗资源 补充的三心意据 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共享盛举 关心偏向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记者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